今天貴 貴 20還是貴多少對不對 對 我知道我們有比較貴 本土炸雞店想吃得等半小時 但卻有消費者反映 怎麼分店定價貴了20元 它的外面招牌就有寫279 然後我就去查別的店也都是259 店門口招牌上套餐定價279 但另一間南港分店卻是259 的確比較貴 這是加盟的 這個價錢是我們老闆定的 業者表示定價是加盟店主 與總店討論決定 因為臨近林森北路高消費地段 而且營業時間到凌晨4點 人力和租金成本高出不少 對照價目表 點心配餐全貴5元 而炸雞桶套餐 則是多了10到20元 貴20塊你覺得還可以接受嗎 可以啊 20喔 可以 那如果要漲價的話 你還會吃嗎 會考慮一下 有民眾力挺 但也有人不希望漲價 總公司回應 本來要統一調漲售價 但近期肌肉價格回穩 打算動漲 也會請該分店降價 消除消費者疑慮 台灣人超愛吃炸物 除了國民美食鹽酥雞 大塊肌肉的美食風格 年輕人也很買單 專賣披薩的拿玻璃 賣的最好的卻是炸雞 酥脆外皮 肌肉鮮嫩多汁 躲下網路票選好吃炸雞第一名 而本土夯店胖老爹 屈居第二 第三名則是德州美墨 店裡還有漢堡三明治 種類多樣但只有台北才吃得到 業者搶攻市場大餅 有的強調高CP值 有的主打口感和風味 但名店能不能維持分店品質 才是消費者在意的重點 這場炸雞大戰還在持續延燒 接下來的黃明君的黃金瑞特會報導